还有那个 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就是其他补充范例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呢 那其实就在那个进阶里面好了 进阶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做 台北市的实价登录 那这个实际上 也是我从那个内政部的官方网站 去找到的啦只是说 因为那里面太多了你不是你Google实价登录好了 实价登录这边有个内政部的不动产实价登录嘛 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 Open Data 现在很流行的东西啦 到处都Open Data 然后你就是把这个地方找到 CSV或XL 其实就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把它下载 然后你可以看说你是本期的 还是什么进阶 进阶里面因为 就是资料太多了 所以 我干脆呢我就去找台北市就好了 比如说台北市的 不动产买卖 或者是 不用租刃啦 反正不动产买卖 把它按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不就是会有Excel档 或者是你可以挑CSV啦 反正这东西都 差不多 因为 等于 CSV 它里面也是 没有 没有格式而已啦 其他都一样 那我这边我记得好像我是邦哥已经下载一个 当成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不外乌就是什么 把它变成一个查询系统 看你要查什么 反正呢 不外乌要查哪一区嘛 不然就是 哪一哪一条路上 然后查你要买的东西 买的 大概 还有总价多少 一瓶 反正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嘛 那你也可以自己再 去做一个灵活变化嘛 这个东西 今天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延伸的 所以以后只要有Data 你都可以做成查询系统 我想到处都会有这个需求嘛 不然 无论应该哪个行业 应该都 会有需要 OK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后面再来谈 那里面当然有程式嘛 一样 我也把它 放在这上面 不过每一次 有时候 这个这个大概 差不多 不过这个应该是批示的 有单字的有批示的 什么叫批示 就是说 如果每一次都要 还要输入什么 文山区才查 那我其实我们应该 比较喜欢是 按下所有的区 通通都帮我查出来 帮我分类了啦 OK 这样比较快 那可是这个就是所谓的 批示查询 那你如果达到批示查询 第一个当然你需要 有一个清单 你告诉我个清单嘛 那我就针对你的清单 去做查询 所以以后做什么批示 就是会有个清单 像批示下载 网络上的资料也是这样 你先给我个清单 你要下载的是什么 资料 在哪里 那我就针对你给我这个清单 去帮你做完这些事情 不就好了 所以以后想到批示 就是先想到一个清单 OK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的按部就班 等一下 再一步一步来看 如果怕跨 跨得太快 这个可能 一下子同学 怕没有办法 马上可以吸收了 这个东西 那刚刚的话讲到有关那个 建党日期 不过建党日期 特别注意 有个地方 你们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 输入的时候 可能会是什么 2008 类似像这样 后面会多一个斜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放在那个工作表 名称 它不接受 比如说你会发现 假如说我这边的话呢 增加一个 是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这边名称的话 2008 斜线 1月1号 这样子 你如果按 应该会怎么样呢 他会出现 您建入的工作表 或 图表名称 无效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 不是 应该是这个 名称不可以包含这些 冒号 左斜 右斜 问号 这个 米 还有什么 这个 这个都不行 所以以后要特别注意的 以后如果你会用到这些 这个字缘的话 那要记得把它避开 可是要怎么避开 这个时候呢 也讨论